試算的那個我們是用一品多少 我們也順便也不知道有沒有資料 有沒有帶來 好那沒關係先先回應一下 我先跟相機報告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個案子因為杜秋海已經公告了 所以原則上應該就是這塊用地 要辦理土地開發 還有把決定設施 所以可能大家相機一直在講說 講說那個要用到什麼 要用土開用地這個部分 可能已經 都計畫裡面因為已經公告 所以我們要朝著都計畫 還要是要繼續走下去 沒有因為這個整個R03的用地 104年10月22號 都計畫已經公告 就是要辦獨地開發 沒有他現在是說我們能不能自建 沒有沒有他剛才 他第一個是這個 第一個位置 位置調整那個再看 就已經是 這個這個到底是 講真的就是 後續還要去實際設計 沒有這個還是要按設計來排 還有前面設施 因為整個代理在前面 對不對 那他到底整個的通路跟管道 會怎麼要走 這個還是要依照設計去調整 那至於說如果能夠盡量走到後面去 那我們會把這個方案納入評估 因為盡量把店鋪 看可以留出來 我們也會盡量留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一直在講上華人愛 就我知道上華人愛 應該是屬於地主 他自己去找的一個 都市更新的案子吧 應該是代理實施者 我知道應該是找代理實施者 不是他沒有錯 他是有點類似說地主整個去整合 對沒有錯自立自建整個去整合帶出來的 他是一個都市更新的案子 那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講 剛才黃先生已經有講了 我們先講SOP的這個精神好了 其實SOP精神我們不講超於分配那一塊 因為剛才黃先生已經跟我們指證了 好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新智SOP講的是什麼 還是一直在講 建商他新建建築物的成本 利潤給他 利潤給他 管銷給他 當然這個不可能說 一直上限的給他 這一定是給他一個合理的利潤 剩下的 整個總銷扣掉這些 建商該給建商的 因為地主他不見得要願意出錢 有些地主不願意出錢 這個支付這個建造成本法 那當然剩下這個不會 就是給全部參與開發的地主 來共享這個整個效益 我是覺得這個基本精神是這個樣子 我也不覺得會比上華人愛差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從兩年前都來這裡 我一直跟地主報告 這個案子有沒有比都市更新好 就我知道我們已經爭取到最大上限 那一定是比一般的都市更新 我不敢講老公 可是老舊公益更新專家 當然我一直講過 八月已經截止了 所以你說好不好 我現在敢很大聲告訴大家 我覺得他很好 那至於說更新的部分 更新我們不是更新 那再來檢影獎益的部分 後續大家再來看看 很會再依照實際的設計 幫大家把這個檢影獎益的部分 再看看有沒有再提升的機會 我是覺得這個有機會 可是我也必須講 要進入實際的設計 才會有結果 那再來 大家一直在講 環線根的指證 我們從以前就一直知道 後面基地跟前面基地的差異性 那我們也曉得這個情形 所以我剛剛有 一直跟相近報告的是 這個基地後續一定會去找估價師 做整個市價的查估 那會把整個基地特性的差異性 跟整個地號的情形 跟建物的情形 也會提供給估價師去做參考 我相信估價師今天要估這個土地 不可能不去看線化 這個部分是一定的 他今天藉了這個case 他就應該要去做一些 基本上應該要做的 所以這個基地的特別的差異性 原則上我們也會告訴這個 以後如果來得標的估價師 讓他這個差異性要做出來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毋庸子的 那後續在跟地主做用地協議說明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資料 也會應該是要來跟地主做更詳細的說明 那第二個部分 就剛剛一直有講到 我們有講 這個叫做說實成的部分 實成部分 因為後面接著是要做用地協議的部分 那我是不是把這個用地協議的這個 預估要多少實成的部分 我們請我們區裡面的陸全市 因為這個市價 我也必須跟各位相信說明就是說 土地公共條例 它公告發布實施之後 整個用地的協議 因為要走到找通價師的體系進來 這個用地要多少時間 這可能會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面臨的第一個案子 因為這個就是第一個要協議的 那這個等一下就請 林主任這邊 不算 因為我之前要來說 我跟他說 相信很關心這個後續 用地協議大約會多少時間 這個部分 可能要跟大家來再做一個說明 所以 我是不是以上報告他在這邊 你這樣 這樣請問 現在 是不是有一個 代表了一個事 因為後續 本來相信 是 不是